我们彼此说一下 我们彼此看到的彼此的变化吧 好 我觉得James 你的普通话真的进步很大了 对 这个真的是 除了普通话变化以外 我很佩服他的心态很好 现在你不管是拿着乐器 我觉得你找到了一个 你一直害怕的那个自己 对 我有关键 这个节目对我来说 有很大帮助 对 我也是 这次来了之后我就发现 我们都做音乐的人 都是有一个态度的 那个东西 它不会是对人的 它只是对事情 所以我们把事情解决了 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 我觉得是很重要 我非常感谢你的 给我的那个支持 真的是对于我是 特别大的一个帮助 而且是给到我一个 极大的尊重 我觉得这个舞台 是一个 he deserved it 因为我们最知道你的能力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选择你 不是我们想要帮 帮七个布学 而且因为 you deserve it 所以 谢谢 James 谢谢 其实我都好奇的就是 Paul哥了 我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我承认我曾经看错了你 因为或许你中文不太好 然后经常有很多英文夹在在中间 是 给我有一点距离的感觉 我慢慢跟你相处了 就慢慢发现 原来你完全是一个跟我没有分别的人 尤其是哪一次你因为是个对象的身份 去牺牲自己 哪一次是会感动到我 我对Paul哥的印象 因为我真的是很喜欢别样的喜欢Paul哥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看到我包了一把琴过来 然后Paul哥就过来教我弹吉他 我就没有感觉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就觉得特别的温暖 包括之前Paul哥给我送的播片 会让我心中埋下一个种子 我未来真的就像Paul哥给我写的 我想成为一个吉他手 对于我来说身体是我的乐器 对于Paul哥来说 乐器就是他的身体 谢谢Paul哥 你现在多了一个器官了 多了一把吉他 加油 好 加油 好 太好了 影响到别人的感觉真的好 嗯 那是超级的 它是像森林的药 对啊 我会想到未来谈吉他 谈得比我更好 这样不是更有意义吗 谢谢Paul哥 谢谢